各位大家好,我是Beeper 今年年初呢 1月14號到1月10號 我第一次去了日本東京 跟家人一起去 總共大概同行的人有15個 就是時隔7年來 再次造訪日本 上次來的時候是去大阪 今天的主題呢 要來介紹我來東京吃的第一餐 也是第一個景點 就是上野車站附近的文字燒 文字燒其實就是關心 大阪的變體 大阪燒的變體 而大阪燒又稱作 おこのみ焼き 也稱作御好燒 而御好燒這場的起源呢 是16世紀之前 在佛查道大師千利修 沒錯,就是各位玩 信長之一棒 也不是說各位玩的信長之一棒 是我最愛玩的信長之一棒 和能王二所看到的那位 千利修所發明的 但最早千利修做出來的是 當作配茶的點心 おのやき 食用 跟現在差不多的是一樣 將麵糊放在鐵板上面做煎烤 然後再塗上糖或味噌 並放入核桃後 將其捲起來 像蛋糕捲的那樣做 配茶的點心 做食用 距離現在最近的文字燒樣貌 要追溯到一百年前的明治食道 在東京出現了以醬油簡單調味而成的煎餅 東東燒 這被一般認為可能是自燒最早的雛形 而今天我去吃了這家 月老文字燒專門店 位在日本東京上野的阿美恆丁 我們去的算是姊妹店 因為預定要去的那家 到了晚上八點了 店外排的人找還是超多啊 感覺要排上半個小時 所以就決定換其他家 然後剛好看到了他們的招牌上面有寫 前面就有他們的姊妹店 於是我們就去了 從上野車站走出來大概十分鐘左右就能到 我們來做店員 店內的店員都蠻年輕的 而且不管是男店員還是女店員都很帥 然後又超美的 然後一開始我們到了門口 感覺要不要進去的時候 有個日本小姐姐店員走出來 用害之後眼神手指著 那個店裡面幫我們做代位 畢竟一看就知道是外國人 然後剛走進去店內空間也是蠻狹窄的 我們四個人進去還有帶背包 感覺很容易就打到周遭的人和東西了 然後吃起來的心得嗎 我們那時候點了三份餐點 一份煎蛋 然後再來是炒麵 跟明太子文字燒 煎蛋的部分加了麵粉 蔥花和蛋液裹在一起下去煎到半熟 吃起來很軟嫩 而且日本外食也不會到很死鹹 吃起來很膩那樣 還算不錯吃 然後炒麵的部分就真的是電粉炸的 加了很多醬油 然後兩顆蛋 炒麵 還有美乃滋 這些拌在一起 然後吃起來算普通 但是是真的吃很飽 然後最後吃的那個文明太子文字燒 我覺得也還蠻不錯吃的 他就是把 眾多蔬菜啊 文字燒跟麵粉啊 和麵衣裹在一起去煎 然後去拌炒 吃起來還蠻綿密的 我覺得體驗還算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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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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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